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蕾志華 最近國內嚴打有關虛擬貨幣投機行為 包括掘礦或所有金融服務行業 或網上金融服務平台 都不會替這些虛擬貨幣作出任何服務 另外政府現在表示 將所有在國內的劃礦企業 或受賣劃礦機全部都要停止 除了嚴打虛擬貨幣投機行為之外 最近大家從新聞中聽到 現在國內方面國務院相當關注資源價格的上升 甚至李克強最近巡視了一些企業 也聆聽關於資源價格上升的回報 最近甚至國家發展委、證監會、市監會等 是五大部門 亦聯合約見了 鐵礦石、銅、鋁 這些產業中最具影響力的大企業 就跟他們表示現在國家正密切關注 這些商品價格的走勢 以及最近也有最新的消息報道 就是現在國家方面 就要求銀行就不要向民眾 或者不要向投資者銷售大宗商品交易的期貨 其實說得簡單點 就是希望銀行就不要再銷售這些期貨買賣合約 即是說不要鼓勵民眾去炒期貨 如果是誰為例的、違規炒作的 就會嚴懲、嚴加打擊 甚至對那些天然資源材料 例如銅、礦、煤、炭等等 假如查出有人是團職居期 又或者作出一些壟斷性的商業行為 甚至發放虛假消息 都有機會受到法律上的制裁 大家都知道 自從拜登上任以來 中美有關貿易方面 雙方官員一直並沒有會面 最近雙方準備重開會談 以及檢視過去中美貿易協議方面的進度 在這個貿易協議中 中國就承諾加大購買美國的商品和農產品 但是到現在來說 都仍然遠遠未能夠達標 在這麽關鍵的時刻 即將展開新的貿易對話 在這個階段中 理論上中國是應該加快步伐 去採購美國的產品包括農產品 但是最新的消息傳來 就說中國正在控制補稅區玉米加工進口 有幾間加工工廠已經取消由美國進口的玉米訂單 所牽涉的數額是少於100萬噸 直到目前為止 中國向美國購買的玉米已經超過1500萬噸 但仍未能夠達到美國在中美貿易協議中的要求 但為何現在突然會叫停呢 據報導 因為現在大家都預期 中國將會加快對美國採購農產品的步伐 所以在商品期貨市場 很多農產品價格 很多商品價格大幅飆升 為了控制這方面的情況 為了令到這些商品價格不會失控上升 所以中國方面突然叫停了有關的進口 消息一出 據聞在芝加哥期貨市場 有關的商品價格已經出現下跌 好了 為何大陸政府突然要控制這些商品價格上升 為何突然要關注天然資源價格上升 原因是近期來說 全世界的資源價格都不斷上漲 不斷上升 較早前那些鋼材價格 那些就是煤炭價格已經升上歷史的新高 甚至銅、鋁、黃金、石油的價格都不斷上漲 總之那些商品和資源價格持續上升 已經嚴重影響了國內的企業生產貨品、商品 他們的成本 令到他們的成本大漲 產品面臨加價的壓力 如果這個情形不停下來 相信未來來說 中國甚至全球製成品、產品的價格 將會大幅上升 這點來說 就會加劇了國內的通脹 甚至全球的通脹 現在美國股市方面 投資者都很擔心 美國不斷地量化寬鬆 不斷地推出不同的經濟刺激計劃 最終是令到美國通脹急劇上升 雖然美國的財金官員不斷地放風安慰市場 認為現在來說 商品價格的上升 或者通脹上升的壓力是短暫的 都是可控的 但是大陸政府方面 他的看法就不同了 原因我相信 因為大陸就是世界工廠 我們是全世界的貨品、產品 最主要的輸出國 所以我們是最先和最深感受到 原材料價格上升所帶來的痛苦 以及對這方面的敏感度 相信比任何一個地方 都是來得更快 更加清楚 由於現在很多企業都面臨原材料價格上升 而令到他們的生產成本增加 面對這樣的壓力 所以現在中央政府正加快 或者加大力度 希望能夠有效地控制著原材料價格的上漲 而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嚴打炒賣的行為 因為現在原材料價格上升 不排除 因為投資者預期未來經濟復甦 未來疫情過後 可能全世界對這些資源 又或者對原材料的需求會增加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期貨市場 預先買入 不斷推高原材料價格 現在大陸政府多方面入手 而其中一個做法 就是嚴打這些投機炒賣行為 叫銀行暫停銷售大宗商品交易期貨 以及禁止那些企業 團職居期 希望從這幾方面入手 令到原材料價格 或者令到商品價格回落 可能現在未必是因為市場方面 對這些資源 對這些商品的需求 十分因切而令到價格上升 裡面可能牽涉了人為因素 只要這些炒賣人為因素能夠控制 相信資源價格便有機會回落 以及中央政府也開始放緩有關基建融資 最主要原因是希望放緩國內基建的部分 能夠舒緩現在來說 對那些例如鐵、銅、鋁等等 這些資源的需求 慢慢令到供求趨於平衡 價格便會回落 現在通脹上升 相信最主要是因為美國不斷印銀子 以及美國方面不斷推出大型的刺激經濟計劃 所以令到市場方面 那些投資者大家都樂觀預期 經濟迅速復甦 而令到商品需求增加 所以商品價格上升 今次全球通脹上升的元空 應該是美國方面 他們的經濟刺激計劃所促成的 所造成的 現在中央政府方面 看到這樣的情況 對我們國家未來發展相當不利 原材料的上升對我們來說 可能我們承受的痛苦 是比其他國家為多 所以現在中央政府已經開始著手 希望有效地控制通脹 從這方面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 中國和美國在經濟方面 在經濟發展方面 大家都互相隔離 這一邊 美國方面 不斷地放寬零巾 不斷地刺激經濟復甦 但是 我們國家已經開始著力 控制著經濟發展的部分 以及盡量控制著資產價格 就不希望因為經濟復甦 全球經濟復甦 而令到資產出現泡沫 甚至國內出現了通脹重現的危機 從這一點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來說 中國和美國 大家都推出不同的政策 而美國方面 是為了經濟復甦 他們不惜一切 甚至冒著通脹重現的風險 不斷地刺激美國國內經濟加快增長 但是中國方面 反其道而行之 就不想美國可能引起全球通脹 而連累了中國國家的經濟發展 多謝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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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